大家好,我叫张玲玲,34岁,来自河南开封,目前定居在北京西北农林科育大学苏太学硕士 我是一个性格外向,开朗的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爱我疼我的博士老公和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想寻求一份与农业及金融相关的工作 以及各位企业家能给我提供的其他工作 谢谢 我刚看到你的这个专业 我就想你最适合去健康有益 蔬菜学嘛 对吧 吃什么蔬菜最健康啊 有机蔬菜 无公害蔬菜 哪一类呢 不分类别吧 基本情况下是建议大家 吃当机的蔬菜比较好 不当机的怎么着呢 不能吃啊 也可以吃 现在这个种植技术就是发达了 然后阅出条件也发达了 那为什么还建议吃当机蔬菜呢 还是当机的好一点 好在哪呢 你作为一个蔬菜学专业的硕士 你应该说出专业的术语 就是你的生存 其实跟这个自然环境是相匹配的 比方说以前的古代人 就是太阳什么时候升起 你就什么时候起床 太阳什么时候落下 你就什么时候睡觉 所以就是这个蔬菜跟你长在同一时期 这个时期你吃它就是最营养健康的 我还真的要反驳你一下了 在古代的时候 人没有这种条件 什么塑料大棚啊 然后种这个反季节的这样一个菜在这儿 所以人家不得不那样做 你宣传的这个观点的话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冬天的话 那你外面长不出来这个菜的话 现在我们这些人吃这些反季节菜的话 全都是错误的 来 你回答一下 用你的观点 用你的专业 我的观点就是说吃当地的水果是好的 但并没有说吃反季节的蔬菜是不好的 在以前没有这个大棚技术的时候 大家到了冬天就是土豆 大白菜 对吧 现在有了这个大棚技术以后可以吃更丰富的 那你说是光吃土豆和大白菜好呢 还是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蔬菜好 当然是营养越丰富越好 吃的种类越多越好 但是你像同一种类型的 比方说你吃萝卜 你是吃当地的萝卜好 还是吃夏天的萝卜好 是这么对比的 还要回答徐老师的问题啊 就是他的问题是需要你用专业 然后来解释 比如数据 从头到尾没听到专业的数据 你比如说硬质的蔬菜和非硬质的蔬菜 在他的营养含量上 什么东西高 什么东西低 你得说书 就是硬质和反季节的蔬菜的比较 硬质的话 他接收的阳光雨落 都是比较适合他生存的 然后他那个大棚里的话 都是人造的 而且人造大棚里的话 温度湿度 有的时候你人工调控不好 可能会病虫害比较多 你试试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专业的内容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在质疑它的专业性 但其实这恰恰是这个 这个大众的这种科普类的知识 和这种专业类知识之间的 一种差异 就很多这种专业研究 某一个狭窄领域的这种学科呢 实际上呢 它讲究的是学术的深度 而不是这个学术的广度 你老公是博士是吧 在那边 博士 来来来来 小伙子 你多少年纪啊 36 你是博士 对 啥专业 也是蔬菜学专业 你们是两棵大白菜啊 差不多 我博士期间研究的就是大白菜 你对你老婆刚才的表现满意吗 还挺满意的 可能它有些表述上 显得不是特别专业 这次找工作是希望自己的妻子在家附近呢 还是都可以 还是希望尽量离家近一点吧 因为现在 那么年妻子呀 主要是现在小孩比较小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我现在是做那个蔬菜科研相关的工作 多少钱一个月 拿到手七八千吧 那你希望他能拿多少钱一个工资 我觉得待遇多少是次要的 主要是干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 想做的 是实话 就是他还是支持你的工作的 对 他特别地宠我 谢谢大家